梦想现实和感悟 大家好 我是Harley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好久没有说这句slogan了 这个slogan的话 其实一直在我心里 但是视频也最近也没怎么更新 也就是上一次 两天前6月15号 关于讲到那个电影节 我们的短片要首音的那个通告 然后到现在今天是6月17号 然后再继续跟大家讲 然后你看我的slogan是 梦想现实和感悟 那梦想也讲过 现实呢也有给大家展示 然后感悟的话 其实真的是跟大家分享的比较少 那我想今天就 围绕着15号那一天的电影节 开始来讲讲我这段时间 演戏也好 然后整个过程学习到的东西也好 就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感悟吧 首先上一期的节目里面 有几个错 就是连我们这个电影节的名字 我都说错了 然后包括这个program的名字 然后也是要感谢Marty来纠正我 那第一个是Tribeka 不是Tribeka 就是这个电影节的名字 我们中文名叫做翻译成Tribeka 是吧 就是可能也很容易误导 那个拼写的话是Tri 你通常会读成Tribeka 但是其实它是I Tribeka 然后还有就是这个program 用我上次错的说法就是raising voice raising voices 那你看很容易我会想到就是啊 把你的声音说出来嘛 就是提升起来raise 就是推起来 抬升 但事实上它是rise Rising voices OK你看我多尴尬是吧 确实就说英文是我的短短短吧 然后呢 而且对很多就是像这些比较明显的 都没有去做一些功课 或者说是至少就用英文去交流比较少嘛 所以的话你才会出现这个问题 其实英文有时候去说的话也没有那么复杂 其实你就跟就用的多 你这样会听到别人正确的说法 然后那你马上就会自己就会纠正 但是你没有从来就没有跟别人沟通过这些词啊 这些话题的话 那你永远就以你自己认为的一些方式去读 或者说说 那比较可怕的就是你一直认为它是对的 OK 这个就不说了哈 那以后我就都知道了 啊 Trabaka电影节 Trabaka Film Festival 还有Rising Voices 再次感谢Marley提醒我 然后当天的话6月15号我们就我就呃在线看了 因为其实一开始我很想去纽约看了 因为毕竟是我参加演出的呃一个目前我参与的最大的一个投入和一个呃平台上来说是最高的一个电影的一个短片 那首先它是这个Rising Voices的这个program 它是每一个片就是有一个投资Indeed这个公司投资10万一个电影 它每年要拍就至少到今年为止就是每两季了两 每一年就找10个filmmaker去投资各10万也就一共100万去拍摄呃这个关于就是资助这个有色呃人种的filmmaker呃去发生的一个program 那相对我之前参与的所有的片子来说那这个是应该10万美金多于一个十几分钟的短片那还是不错的一个呃 budget 然后整个团队也是很不错然后而且并且是你拍完四月份拍完六月份就直接在纽约的这个Tribeca电影节上就手印呃那还是令我还是挺开心的 然后就是也呃呃呃做了那个预告然后告诉我好多朋友在朋友圈啊在Facebook几乎我能用上的那个social media都发了这个通告 然后希望有人去关注然后看到我们这个影片那当天晚上的话也有两个朋友来我这我们一起去看就是也是特别好的朋友一个是滚哥一个是Marty 所以呃呃我们一起来看呃呃除了看我的片子还有另外九部嘛那我们都想去了解一下这个Rising Voices 的这个program的片子然后他们的每个电影人的作品 另外一个就很重要就是也看看我的片子然后给我一些反馈呃呃那当天晚上的话其实就是呃呃非常可惜没有把整个过程录下来 其实我们看了十个片都看完就平时很少有这种形式的观音因为通常的话我们现在大家都很难坐在一起然后安安静静的看上你看其实我们十部片呢一部片十五分钟左右的话那就是一百五十分钟那相当于是一个长篇的电影那现在几乎除了去电影院之外很少有跟朋友一起坐在坐在一起完完整整看个一百多分钟的这样的一个 呃呃影片那我们在看的过程当中呢毫不忌讳的就是去说各自的想法特别是他们俩哈你看Marley他站在表演的角度他是一个优秀的演员然后滚哥的话他站在编剧和导演的角度去呃聊 就是我们没有去设定他一定要去站在那各自这样的角度去讲但就是他们毕竟是在这两方面是都有他们的很大的优势所以他们看看到的东西和说到的点是非常的我觉得非常到位就是至少比我要高很多我我的话我是呃另外一种呃 那首先我水平要低很多然后另外的话我更我只有出去慢慢欣赏去看他的好的一面反而我去提出批评的话我没有那么有系统的去能够去评判他们那整个过程就是我们边看边说我们就是呃其实受益匪浅 然后很可惜没有录下来如果录下来我觉得就是一场叫什么呢呃超级拉屏吧就是非常直接的去评直接的感受就是这个片哪里好哪里不好呃那我这个片大概是排到第六个那前面的话一直我我有看到不错的片子那我当时我是只看了我们的片子的预告片我没有办法去看 去想象我那个片子但我很清楚我的表演因为毕竟我是一个新手我的表演经验是非常有限的呃所以我一直就还是蛮忐忑的一个是很期待这个片子呈现出来会比我之前呃之前拍的我能看到的那些要更好然后另外的话整个片子我也希望是得到一些认可那这这就很自然的想法我总不希望 它是很烂嘛呃我就就抱有一些期待但是就说还是很忐忑那到到放我的片子的时候我就真的是呃怎么说呢就是平住呼吸吧就是控制自己的呃就安安静静的看但 每看到我自己的画面我都会觉得非常的要不尴尬啊或者说是无地自容啊或者是呃那种忐忑啊各种就是各种我觉得占了百分之八十是嗯否定的然后可能有那么百分之十到百分之二十是觉得哎呀这些方面好像还行 嗯就是所以的话嗯嗯这条路还是蛮长的要去做到一个让自己也觉得比较满意我觉得首先自己要还可以吧你自己要能打个五十分六十分我估计别人才会有可能会更加有可能认可然后你自己都只有百分之二十的认可的话那估计别人在很 嗯嗯就是非常中肯的一个观众的观众的眼里的话你就可能很多地方都不合格那整个片子下来的话其实怎么讲呢就是呃表演上是确实有些地方很尴尬呃就是当时怎么想呢 那么因为我觉得我们呃当时观影的时候的讨论的基本上大家都很尖锐有时候是相互都会有仓就是说得比较大声去呃坚持自己的观点但是我在听了的话他们并没有矛盾就是有从导演角度有由从演员角度来去讲的一些呃 paying 呃观观点那我觉得就是作为一个演员的话呃尔 good 总结下来就是你要做到一个基本的数字 就说你要基本 你要你就不可能就是说导演叫你做什么 你就就那么生硬的去做 你肯定要就是 甚至在关于人物方面 你甚至有可能会要比导演还想的多一点 因为毕竟是你去演 导演是在导他在看 他在发现有什么问题 从宏观上导演会有一个控制 就是说他写剧本的时候 他对这个人物他肯定知道 他是什么一个定位 但对于细节 他所有的语言 他所有的动作 那是得演员来去揣摩和去实现的 所以的话对于一个人物的背景 和这个角色的这种性格 演员是需要做很多的功课的 那这个的话我有做 但是真的还是很不够 所以的话就说有时候你会怀疑 你看到这个荧幕上 这个整个表演 你会觉得这个人物 好像跟这个环境 跟这个周围的几个对手 那种关联性 这种chemistry chemistry的话 更多是一种天然的东西 那那种联系的话 很多是需要你主动的 和你去自身的去 去感受的 然后跟对手去互动的 所以这些方面 我觉得还是有蛮长的路要走 这就是大概吧 我也说不到那么有条理 因为我也没有写记录下来 也没有完全凭感觉 我想说的就是说 作为一个演员的话 这些基本的要求 还是特别必须要去做到的 所以的话在我接下来接的片子里面的话 我会在这方面继续加强 因为要不然的话 你会觉得很可惜 因为毕竟拍一个片 你自己也花了很多时间在上面 那导演和整个团队就更不用说了 那你没有在这个导演的剧本 和导演导戏的这个基础上 再提升一点的话 那事实上你就是在 做一个行活的感觉 就是你 就拍一天就一天嘛 就对自己来说要求太低了 那这个就是我的感受 那当中我们这个Rising Voices Season 2里面呢 就是还是有好几部都很棒的片子 那我们也是挺想研究一下 它这个Program的选材啊 各方面这些参与的Filmmaker的一些状况 然后我们希望在将来 明年啊或者后年我们能够去申请这样的一个项目 至少你看它能投入十万啊 那还是很不错的一个机会 所以我们滚哥有很多本子 然后再加上我们有一些团队也是完全可以去做的 特别是看了片子 看了十个片子之后 我觉得我们也是有很大的希望 因为我们有我们的特点 我们有我们的一些长处嘛 我觉得就是还是得去尝试 好了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吧 但其实我还是蛮多东西想聊的 那我们在之后再继续聊吧 我希望多聊一些这种感受方面的东西 OK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上